财经聚焦我们来看看 宏达电在今天举办的线上法说会 那么先送出了配发40块钱的现金 鼓励的好消息 弄拔算算 股息值率竟然高达了8%以上 那么法说会是由指新长周永明 和新任财务长张嘉玲亲自来进行说明 那么周永明他还说了 宏达电是一个年轻的公司 那么勇于尝试 今年借着弯系列的新机种 会有如重新出生一次 预估在今年第二季营收可以突破千亿 达到了新台币1050亿元 那么在毛利率预估也可以提升到27% 赶在法说会召开之前 宏达电董事会通过发放现金鼓励40块 以收盘价478.5块的计算 现金殖利率大约是8.36% 鼓励发的不算多 就为了保留现金立抗对手的威胁 应该还可以 第一个他的一个鼓励的发放的层数 是将近六成 那因为他的股价已经领先下来 那目前的一个殖利率也接近9%左右 对整个今年的所有的殖利率的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分析的话 也应该是排在名列前茅 非常好 我们HT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公司 宏达电法说会即使少了大家长王雪红 执行长周永明还是临时决定 带着新任财务长张嘉玲亲自上阵信心喊话 第一季营收表现很不理想 周永明一开始就对着满场法人使出温情攻势 表示宏达电是一个年轻的公司 勇于尝试 今年在借由万系列新机的带动之下 宏达电将会重获新生 不过万系列新机传出瑕疵问题 加上苹果三星左右夹几 周永明也坦言拼得实在很辛苦 宏达电预估第二季营收可以破千亿 毛利率则是百分之二十七 营业利益率也渴望回升到百分之十一 展望第二季仍然保守 认为第三第四季才会有较大的成长动能 东森新闻一种龙吴泉源台北报导